让男生可以穿裙子来上学惹争议 是板桥高中在新学年开放 让男生可以穿裙子来上学 这是创下了全台首例 但没想到现在引起了家长团体的不满 在今天就到教育部前来抗议 要求要表态 因为认为教育开放过头了 我扣起来了 就是我尊重至少在现场的女性记者 扣起上衣扣子 说要尊重女性来抗议的高雄市家长联盟理事长洪志和 拿自身比喻男高中生穿裙子 是对女性不尊重 坦胸落背不合时间的服役 是尊重吗 你办一个穿裙活动中 从现在一间好好一间好好 男学生穿裙上学 这真的是 我家长还没站出来的不行 板桥高中日前校务会议拍板 决定九月开学后放宽服装移用规定 男生可穿裙子上学创全台首例 但这可惹毛家长团体 集结教育部前痛批此风不可掌 别只一昧开放学生权利 而是要帮忙建立正确价值观 男生穿女生裙子叫做尊重女性 叫做性别平等 叫做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本末导致在混淆市厅 部长你真的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 看着你的小孩穿着裙子去上课吗 我今天穿牛仔裤穿着这样子 一看就知道我是男的或是你的 请问这是刻板印象吗 难道我今天要打破规矩 现在台湾的政治 只要所有的议题都会贴上 都跟政治有关系 这是何等的悲哀 跟立委参选人都参一脚 更让抗议现场多了一点证智慧 但也有儿少团体认为 给学生服依自由是基本权益 班中也澄清 并未鼓励学生穿裙子 校规修正也非针对男裙 而是尊重学生自主选择 对引发抗议声浪 也说对社会上的多元声音予以尊重 明示新闻理声音庄 最后台北报道